雅尼花蓮厂传出承包商及员工确诊 虽然员工已经完成快筛 但厂区位于秀林乡崇德村疫情热区 厂方决定提供全乡免费快筛 另外台尼公司也针对员工和和平村民进行免费快筛 防堵花蓮疫情再有破口 雅尼花蓮厂传出承包商以及员工确诊 虽然员工已经完成快筛 但厂区位于秀林乡崇德村疫情热区 厂方决定提供全乡免费快筛 防堵花蓮疫情再有破口 厂区位于秀林乡崇德村疫情热区 之后看到疫情的重量升高 马上入设计区位于秀林乡崇德村 连续设计了好几次 在设计区位于秀林乡崇德村疫情热区 真的非常感动 真的非常感动 大家都原住和我原住民 美计民到家也在强调 原住民到社会工作 主任的声励 人房的azedionen 짜村区位于秀林乡崇德村 原住民到家� 따로 其他的严重 估计 把我要去 home 另外台泥公司也正在企业回馈的心 主动在台泥打卡景点成立快筛站 为厂区的员工和和平村民来服务 医疗团队盖院长亲自带领 另外乡公所的王梅贵王乡长 还有代表会的赖主席也都亲自来这里给医务人员鼓励 那希望今天的快招活动能够顺利圆满 秀琳湘加油 台泥跟亚泥也知道秀琳湘发生疫情之后 他们二话不说也愿意企业来赞助做这些快筛的动作 协助社区也协助乡民 我们这边非常感谢大家 那当然特别的要感谢的还是辛苦的工作人员 医护人员 像今天的805团队他们已经协助了很多天 谢谢他们 那也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够赶快度过这一次的疫情 能够全部的人皮肝出现 那台泥公司呢 这一次除了提供场地 还有这些设施设备之外 也有一些这些医疗事务的费用 那主要我们就是提供这些 希望能够跟村民一同来守护我们的部落 台泥和平场副厂长陈基金表示 身为花林县新闻一项的在地企业 台泥期盼三件企业社会责任 因此全力配合提供场地开设和平塞检战 共同守护和台泥员工的健康安全 6月初台泥企业集团已经在分区展开 以厂以及关系企业的员工快塞 上次5月6月18号台泥已经先行完成和平场 和平电力和平港近400位员工快塞 今天成功都成为阳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